今天头条是为期三天的金砖国家高峰会登场了 今年是俄罗斯主办 普新又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呢 今年有更多的国家加入了金砖国 包括像是埃及、伊索比亚、伊朗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总共22国的领袖都有参加 当中就以中国最具主导实力 所以俄罗斯总统普新还特别派出了战机护航 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 而这次峰会的重点 将会讨论建立金砖国家支付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金砖之桥 但中国目前已经表态反对 而联合国的秘书长跟北约成员国领袖也受邀参加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发文谴责 他担心俄乌战争可能会成为国际间的新常态 俄罗斯自22号期主办围棋三天的金砖国家高峰会 地点选在达达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卡山 当地以传统仪式迎接各国代表 邀请来宾品尝甜点 金砖国家中最具主导实力的是中国 俄罗斯也隆重接待 派出战机护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飞机降落 BRIX金砖国包括了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今年有更多国家加入 包括埃及 伊索比亚 伊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金砖国家的成立主要是想在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之外 建立另一个联盟团体 今年峰会最重要的议题是建立金砖国的全球支付系统 让会员国能互通金融业务 无需再透过SWIFT 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 已经成为SWIFT的拒绝往来户 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 受到国际社会孤立并遭到经济制裁 普京也因为犯下战争罪被国际法庭通弃 上届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峰会 由于南非是国际法庭签署国 普京只能以视讯参与会议 今年俄罗斯是东道国 普京终于可以亲自与各国代表进行会谈 他与习近平会晤时表示 中俄关系紧密是稳定世界的重要力量 共有22国领袖参与这次的峰会 普京希望借此证明自己没有被孤立 只是各国怀着不同的目的而来 并非如普京所愿是加入反西方国家联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以及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也受邀前往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发文谴责古特瑞斯与普京会面 学者也认为这场峰会 让乌俄战争变成了新常态 中国和印度因为边境争议导致关系紧张 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 在金砖会议中的互动成为瞩目焦点 不过就在峰会前夕 中印两国已经签署了边境巡逻协议 解决了长达四年的军事对峙 前几次峰会中俄两国提出创建金砖国货币 但没有实现 这次俄罗斯提议建立金砖国家支付系统 成为金砖之桥 但中国不同意 普京与习近平都期盼金砖国家的数量 能继续增加和壮大组织力量 不过专家分析参与的国家越多 就越难达成共识 金砖国恐沦为一盘散沙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欢迎订阅